中国神矿将横空出市 五矿稀土官宣 战略性重组获批 稀土航母来了 12月22日晚 五矿稀土公告 经国务院国资委研究 并报国务院批准 同意中理集团 中国五矿 淡州市人民政府等 进行相关稀土资产的战略性重组 新设由国务院国资委控股的新公司 五矿稀土表示 本次重组后 公司控股股东仍为五矿稀土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将由中国五矿变更为新公司 9月23日晚 五矿稀土公告 中国理业集团有限公司 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淡州市人民政府等 正在筹划相关稀土资产的战略性重组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 主任郝鹏 在日前召开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中表示 稀土、煤炭等专业化整合深入实施 根据工信部9月30日公布的2021年度稀土开采 以链分离总量控制指标 2021年经稀土开采指标为 148,850吨 中重稀土为19,150吨 合计168,000吨 以链分离指标合计162,000吨 12月20日 在第13届中国包投稀土产业论坛上 工信部方面表示 坚持系统思维 增强稀土产品供给保障能力 适度有序投放稀土碳矿权和采矿权 加大对白云恶薄矿和中重稀土资源的勘察力度 摸清资源储量加底 扩大资源可采规模 捧筹利用国内、国外资源 进一步完善稀土总量控制指标管理 规范进口矿含 稀土资源的工业废料加工利用管理 此外 今年早些时候 工信部公开征求 对稀土管理条例的意见 并首次明确处罚条例 7月 工信部表示 将推动稀土管理条例尽快出台